美國一名17歲少女最近在中國影音社群 抖音的國際版平臺TikTok上 發布披露新疆集中營的短視頻 她的帳號因此被關閉 這起事件引起了各界 對於TikTok內容審查的廣泛關注 美國新澤西州一名17歲少女阿齊茲 經常在中國影音社群抖音國際版平臺TikTok 發布短片和觀眾分享生活大小事 11月25號她上傳的視頻 是教觀眾如何讓自己的睫毛變得更長 視頻在播放了10秒後 她畫風一轉 要觀眾放下睫毛夾 用手機查一下中共是如何將穆斯林關進集中營 綁架 謀殺 強暴他們的 她希望大家關注中國新疆再教育營 這是另一起大屠殺 少女還呼籲大眾轉發相關信息 多多關注 一同為受害者發聲 隨後她又拿起睫毛夾 試圖躲過審查 這段視頻吸引了上百萬人觀看 不過當天她的帳戶就被關閉 阿齊茲在推特發文表示 TikTok官方說 她的影片散布恐怖主義相關內容 違反抖音使用守則 有網友留言說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中國人 不知道世界各地發生了什麼 而只相信他們在中國看到的新聞的原因 事件引起國際各大媒體的關注 外界擔憂TikTok是依照中共當局的喜好 對影片進行審查或處罰 TikTok官方最初的說法是 阿齊茲的帳戶被封 是因為她發布了一段 包含本拉登圖像的視頻 27號有改口說是人為疏失 並向阿齊茲表示道歉 不過 阿齊茲不買帳 她認為TikTok藉此進行言論審查 因為影片爆紅 提高了外界對新疆維吾爾人的關注 所以TikTok才動手下架 中國字節跳動公司在2016年創立抖音 並在2017年推出抖音的國際版TikTok 進軍海外市場 受到美國使用者的喜愛 然而 美國政府擔憂TikTok具有中資背景 中共當局會要求收集使用者的資訊 監控審查 在一定程度上 我覺得也連累了這些企業 畢竟對企業來說 盈利是最重要的 但不得不去被中共當局綁架 去做一些和海外所在地的文化價值觀 甚至法律衝突的事情 儘管字節跳動公司一再強調 抖音國際版處理的個人數據儲存在美國 並不會受到中共當局的控制 美國國會議員還是呼籲 對TikTok進行國家安全調查 據瞭解 字節跳動公司在今年第三季度 把抖音國際版的產品和商業開發 國家、營銷和法律團隊 與中國境內的抖音公司分割 字節跳動公司並表示 美國用戶的數據完整的儲存在美國境內 但在新加坡有一個備份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表示 這些東西是不可靠的 因為在新加坡有備份 還是可以通過其它方式轉回中國 國家情報法裡邊是有要求 就是任何的企業和個人 它實際上是有義務 按照政府的要求去搜集相關的信息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沒有任何企業能夠例外的 評論認為 在中國 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 都可能被迫成為中共利用的工具 除非企業徹底離開中國 企業的負責人也徹底離開中國 否則不可能擺脫中共當局的控制 企業的負責人